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看 借着你的眼光来看不同的时代 不同的教养跟不同的世界 刚刚讲到你爸爸跟你讲说 你出国的目的那时候 要受挫折 然后要愿意学习 因为学校教你的东西是教你学习的方法 然后你要愿意尝试 愿意学习 就算你做得不是很好 我觉得这个对于一向追求成绩的我 然后一向就是非常想要把考试考好的我 是一个非常大的 你从小学到你知道都是念在新嘛 对不对 是的 高中吗 高中 真的是在新宝宝 那那个时候我们觉得在新其实就要求的 其实不止学业啦 生活教育也要求很多 那你有那种怎么觉得 你出去了之后就世界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吗 有 我觉得它 冲击最大的就是 学业不是唯一 学业不是唯一 然后我觉得感受到被歧视的感觉 可是我觉得 我是一个很正面的人啦 所以 其实我觉得你这样子会更有同理心 其实出去在新学到的东西 我觉得太多太多了 可是我也很 我其实非常非常开心 我自己的基础教育是中文 我也非常开心 我自己的基础教育是在台湾 真的非常开心 因为我觉得我对于无论是语言历史还是文化 相对于一些可能比较早期出国的人 我更有可以了解 可以appreciate 可以欣赏的那个可能性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自己非常的感谢 因为我其实可以更早出国啊 可是没有 因为我们一选择 布还是爸爸妈妈觉得你应该多了解 多留一下 其实小时候也没有想这么多 就我觉得是爸爸妈妈的一个决定 刻意安排吗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安排 让我比较有机会 因为其实你一出国就很难回头了 是 反而妹妹比较早一点嘛 是不是 对 妹妹比较早 妹妹早一点有她的原因 可以说吗 没有啊 就是其实妹妹她 我不知道妹妹愿不愿意我说就是了 好 那就不要讲好了 没关系 就讲你就够了 对 讲我就够了 然后你在出国呢 你是靠了那个运动 因为很多人越来越多的父母亲 如果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条件 都希望早一点让孩子出国去看看 因为毕竟是在 真的是在国际的竞争之下 你可以更有机会去挑战自己 我刚刚讲到就挑战自己 那你是用运动的方式去交朋友 我觉得运动是一个 可是任何我很喜欢的东西 就是我真的对这个东西有兴趣 它是学业也好 它不是学业也好 我对于组织很多活动 游戏 运动项目很有兴趣 我不一定做的好 可是我非常的有热情 那它可以让我很快的在 你知道吗 它简直像是 Icebreaker一样 那比如说你约朋友一起去跑步 一起去骑车 或者是一起打飞盘 那很快就不分你我了 它也忘记你什么颜色 你只要接到 你只要score 你就No.1 所以这个对我来讲 是一个很直接的方法 去认识别人 那我有兴趣的东西蛮多的 对啊 我知道你有兴趣的东西多 然后你的能力也不差 比如说跑步 比如说是做马拉松 有一次真的是被 这个 我们第一次跑泰鲁阁马拉松 然后我在这边还在跑这样子的时候 你已经这样回来了 哇 你是第一次是第几名 第六名了 那个那个 可是没有啊 我都是12K 然后是女生 所以那个才有得名 可是21K真的不是很容易 可是我觉得阿里亚姨 你也非常厉害 我们不要再互相吧 我觉得运动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不管是让你健康也好 或者是让你交朋友 或者建立自己的自信心 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觉得这个到目前为止 刚刚讲到的 从国外念书 然后打开视野 然后念 那有什么样子的收获吗 我觉得Wellsley给我最大的收获 其实是告诉我 我只要愿意尝试 我是做得到的 他给我的是一个自信 其实这个自信我觉得爸妈 尤其是爸爸 他在从小教导我们的时候 他也从来没有说 你应该是女生 你应该就不要碰这个 或不要做这个 对角色扮演没有任何的 对啊 你们家就就是女生 所以他很幸福 有两个女儿 是 所以他不会去特别分说 Maybe不教你这个 或教你这个 他觉得全部都教你 真好 Wellsley也是 我所有的opportunity都是你的 篮球社社长也是女生 然后那个班联会社长 也都是女生 那你就会发现 其实很多东西 他在社会上也许都是男生来扮演 可是那Maybe是女生没有step up 没有去尝试 因为你一开始就先退了 你一开始就有个stereotype 可是Wellsley没有 然后我觉得很多 愿意勇于做自己的人 那这个相对于在心 它是打你一定的模板 去做最好的成绩 我觉得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 所以对我来讲 我非常喜欢Wellsley 所以你从小到大 我觉得你是真的是 非常正面 非常开放 不管是怎样怎样的 教育系统 你都可以从中学习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强项 也是一个每个人需要去练习的 因为不是生来就有的 其实是从每一件事情来练习 所以你后来到Time 然后之后到Google 怎么会舍得 尤其是怎么会舍得放弃 新加坡的Google公司 离家又近 又可以自由 然后又可以享受 跟这么多精彩的人工作的机会 是什么 转据点 转据点 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比我出国念书更困难的一个决定 而且我决定了非常非常的多年 都没有办法下这个决定回来 后来我告诉我自己 当然爸爸妈妈都是非常非常希望我回来的 可是我觉得做任何的决定 都是为自己做 有给你压力吗 有要求吗 有逼你吗 某一个程度算是有 可是我觉得他们再怎么逼脚都是长在我身上的 那也是真的 那我觉得我要做这个决定 我就要为这个决定负责 我高中的时候我的老师就告诉我 责你所爱爱你所责 所以如果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就要为这个决定负责 所以我想了很多次之后 也许这个留在Google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没错 可是我应该拉回我出国念书的时候的那个精神 就是勇于尝试 那真的不喜欢 我再想办法改变 因为反正人生的路不只有一条 然后就试试看 因为我想我不是我不知道 我不是应该会后悔 勇于尝试是一个非常好的态度 对 所以你就是虽然有点小不情愿就回来了 对 可是要回来三年多的时间 你有后悔过吗 还是你觉得原来回来是一件对的事 休息一下再回来继续了